这个比较公平吗 对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王图搬选 特勒于环城 或高枯 要选 有说法吗 有说法感觉 今天狼队选择的两手图都非常的陌生 但我觉得虽然说陌生 但你要记得这张图 RSC他们在赛场上是实现过很多次翻盘 而且很多队伍在重点比赛当中 都会绊掉RSC的莫高窟 哪怕他一个赛季没打 那今天三本破 是不是可能在莫高窟就要达成了 25.1 有点难 不好破 前三张图最大希望的其实是乌山五行 对 而且就是虽然说感觉这样地图很久没打了 但是由于上赛车啊宠物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RSC能够感觉到对狼队的重视 狼队选了莫高窟做王图 就说明奥迪娜一定会用 但是RSC还是把钻舞进度给扳掉了 他觉得狼队有东西 说不定要打一些别的呢 是啊 然后狼队二班流伤取水 这张图沉寂了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解放 但是来了以后大家还是不敢玩 我感觉啊确实到了第三次的对战 大家对于这次比赛都非常的看重 尤其是前面站置了1比1 对 这前面哪一支队伍如果要真的拿到两场全胜的话 可能对于输的那支队伍 输的那支队伍也不会想什么 那大不了烈士队局呗 反正已经烈士了 这打个1比1关系就比较暧昧 对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肾富裕的 对 这该死的求生心啊 就虽然说在采访的时候 大家都说没关系放平心态嘛 但是我觉得谁不会在底下暗暗地较劲呢 还是得卷起来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数据 越举越好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比赛 是啊 没事选多了 搁带你们车神奇遇季去 好 这个换一种方式去比拼一下 对 来了 双狼本赛季第三次交手 2位2个人童赛 手图雾山雾形 4换星 从前三张地图就感觉火药味非常非常的湿 对 这张图记录保持就是年轻自己的 一方二十八倍九七 这张图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能打 对 但主要是大家的赛车 以及前期的起步 对 这张图起步很重要 想要打破的话 起步得涉嫌杀出去才行 他第一个弯道 直接去bill1 改打法了 他也知道bill1不占优势 但是他得bill这个1 不然的话可能又要被狼队的两个手夹到一起 但现在宁钦其实追得非常的快 但稍微挡一挡了 而且风仔跑得越快 宁钦越有打破记录的可能 前面先吃一吃后追 看下来了 这一个点 E4U包蹭的 直接反超 无论怎么看 你前面跑得再快再流畅 真的没有太大的收益 对 而且那一个E4U 蹭到喷以后收益是很大的 反超以后又再一次领先0.4了 原本前面就已经领先0.4 相当于有0.8的收益 对 这0.8一方面是蹭到喷的加成 这边看一下路线 没问题 刘过来 看这个路线转向 领轻的话还得再调整一下 被迅速拉近了距离 看一下有没有对抗的机会 一路已经跑出来了 自己的记录领先了0.3 是 难道就在今天的第一张地图吗 哎 消脱了 但是还是两天 那已经把空才放过去了 对 空仔说你先等等 我要迎来我自己第83破 行 最后还是采取一个球本的小飘 那这样的话转向路线的小歪 最后谁是第一 风仔 一分28.95 打破了纪录 哎呀 你的300已经你的299已经很多了 不着急再等等 嗯 但是这一把其实风仔和宁青的互相卡位做了很多次 还是能够打破纪录 对 主要还是宁青也给到了一点小的机会 然后让风仔上来做了一波对抗 对 一个28.95 后边三个全都是29 第一局就只有一分的分差是RSC领先 是 就这一局吧 不涉及到我想让谁赢 就是想要看这个300破 但没关系 83破我也想看 这好像前面的气氛 我脑子里面突然过了一句词 就是我们也许不急 但宁青也不想让我们急 这个气氛都要轰头起来了 风仔说你确实不需要急 我很急 没关系 随着这个83破 我觉得他离自己的第一百破也不远了 对 但是现在打破纪录 确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你刚刚也说了 可能最简单的是这张物山五行 对 确实两个人从前期跑出来这个成绩来看 都能破 然后再包括后面宁青给了一些失误之后 也离这个纪录非常的接近 是 而且风仔就是起步先柳翼 然后把宁青在一定的程度上 吃到一定后锥加持的情况下 再次实现反超 两个人都有一段时间是在吃后锥的 是的 来 不管谁破 歌还是得听 BGM还是得起 新纪录 恭喜RSC的风仔 打破的是宁青的记录 对 更扎心了 对 宁青去这个赛季的记录没少被破 对 尤其是在 这两周都是 就是在中间的某一个时段 格外的多 一直盯着宁青的记录在破 对 宁青保持了16天 由RSC风仔打破 恭喜风仔 记录数再加1 我们的绑上是三毫 对 而且现在风仔的记录数也是来到了15张了 哎呀 这个 在现在这么多高手云集的情况 其实大家现在在记录数上有点开始评分 有点瓜分的感觉 对 你看像风仔跟宁青 应该算是记录保持的最多的两名选手 但为什么就感觉宁青的地图就是一直出现呢 因为大家打得多 对 风仔打的一些地图可能都比较冷 还有一个点 就是风仔他破的很多记录 确实你不好破了 像特洛伊 这个29.18 对呀 快了 算了一下 以风仔他在特洛伊环城两圈最极限加起来 我印象当中 第一圈最快的应该是45.8几 阶级45.9 然后第二圈最快 吃了后追的43.0几 加起来才是一个免强是吧 有点难 对 就说明他第一圈都跑得最快 然后前面还得有个人 对 而且你看像前面我们看到的墨高窟这张地图 基本上打的人非常非常少了 而且在二位当中 起步要卡 你想要破记录真的太难 对 开始起步 小玉起步真的很快 但只有CW单喷 不过这单喷应该也够维持住这个领先的优势了 沈要先稍微放慢一些 前面队友之间发生对抗非常的伤 但是RC这边的距离也非常接近啊 对 如果发生一些连带的话 可能宁清就要上去动手了 这段先跟住 沈的距离有点危险边缘啊 0.9秒 我觉得沈他这个赛系打起来啊 因为他的心意我们也看到想成为二位的沈 但是他反而把自己收到有点难以控制 他本来就是个赛场新人 是 看一下这一路延续 四名选手都没有出问题 都是极限速度的极限延续 那 但是很难想象 RC保持这样的一整圈 两个四十六小嘛 但是这边小玉没有弹出来 稍微是把距离给拉开了一点 但是也没有关系 主要是他们俩这个位置保持了一整圈 风载46.28 但沈在后面出现了失误 现在已经跳到2.1 这张图沈确实得练 感觉节奏掌控的不是特别好 对 这里重开单气了 风载骂了一些 在后面 对 但是这个重开单气 我觉得沈想要进到远秒之内也有点难 现在2.0 吃点后追应该有可能 那通过拉满几天速度了 29秒86 30.27 宁钦是追到了第二名 但是这一局 还是RC赢2分 前两张图 RC占了三分的优势 沈的话 其实从起步开始 就已经是落后于大部队了 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 全程单机计时的情况 所以这张图 RC我觉得 与其说风载这张图可怕 但是在2V当中 就是风载和小玉搭档起来 这个效果会更可怕 他当时那个第一圈 真的是两个人 保持0.1的跟车 整整一圈 对 因为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很少有队伍 团队的王图 能够施展出来这种效果 但RC这张图也是说亏的 就是面对E star的时候 对 当时是被E拿到了这个冲线 而且那局不仅是冲线吧 因为中期三个人距离太过接近 然后导致小玉的路线受到了连带 第一圈跟车 第二圈反超以后 还是有一个29 但同样的 大家不要觉得29 是这张图的一个随手成绩 对 这张图真的还是挺难跑快 就像天空寻梦一样 有些赛道在一个版本当中 总有那么几个人 他能够有超越版本的理解 从而引领了时代 像上一局我们也看到了特洛伊 对 然后当时跑出来最快的是30.3 是 所以其实29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这样一来 在前期的两张地图打完 目前是RSG领先了三分 而且看一下 下面灰色的 都是RSG双领跑 并不是说是跟 防队这边的交替 这说明他们在跟车的过程当中 第一圈的完成度 还是能做到很高 挺不容易的 本来就是一张路线图 基本上到了第二圈 那个弹射点 才分开的 42比上39 下张地图是狼队选择到的 墨高窟 对 看一下墨高窟 会产生怎样的分叉吧 这首主动发起的挑战 对 我相信应该不是临时起义 不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抽到了墨高窟 然后突然说就打这张 对 就可能之前吧 我们会觉得 不管拳手也好 教宴也好 有些时候可能会争强靠胜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非常冷静的 对 一定是按照之前 也就是昨晚或者是这周开始之前 休息的时候制定的战术来执行 是 而且就是狼队的话 是本周的第一场比赛 这第一场第三阶段第一场比赛 强度是有点高的 墨高窟 四个25 最慢的25.91 最快25.17 他俩在一队 行 就这一局就14呗 对 但你应该记得25.91这个成绩 所以就是保持了我们墨高窟联赛记录 非常久的那个成绩 对 所以那个成绩才是真正的最远古的 看起步 这一次大家都比较顺利 都被刹出来 第一个弯道全碰在一起了 对 但是沈和宁清刚才也被挡了一下 等会下来之后 风宅路线更好 但是宁清切了一手内刀 是 现在还没有分开 但是这一个快出吧 宁清也顶开了 现在风宅起步又上来了 今天的 小玉也上来了 把这个位置稍微卡一下 宁清能飞过来还好 对 就还好是奥迪娜 不是老死来自QEX 对 不然这一碰的话 整体的失速真的非常严重 对 哎呦 再看一下小玉一直在防守 再卡一下 对 他的这些防守让狼队后追很难受啊 是的 宁清这边出来也是小蹭了一下 那这一段的散气节奏和速度就不太够了 小玉现在的防守卡位能力 我觉得这个对于狼队来说更难受 你别失误 你好好跑行不行 对 而且这张图狼队在对战一撒的时候 是他们最吃亏的一张赛道 对 这张图被一撒带走的 这次再选出来也是挑战自己 但是这个挑战的效果 现在来看啊 有可能会成为本场比赛 最大分叉的一张赛道 对 两个人的发挥都不好 然后沈这边又没有弹出来 而且宁清还在跳 3.0了 3.0 有点危险 143.89 那这个记录还是破不了 不过这个双杀台射出完角度有点怪异 这样的话 沈和小玉还在跳到3秒开外 小玉最后失误掉到第4名 4.43 那这一局狼队还好 那是2分 2分 2分 RC 0 2分 小玉是怎么从第二名 掉到了第4名呢 防守过渡 但是宁清在中间跟他的一些对抗当中就已经掉下去了 然后他跟沈还有一段的距离 应该是自己先失误了 然后又跟沈做了一波对抗 估计有上墙这样的一些情况 是 2分 2分的话 现在的分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3张图打完以后狼队落后5分 由狼队进行选图 对 但只是说今天选择到的这一手王图 打出来的效果确实没有那么好 对 其实像狼队本赛季选择比较多的也有像天空寻望和特洛伊 所以特洛伊选择的话就相当于双方王图 对 都能打 然后后期在对战到一些别的队伍的时候 有选择过像桃圆剑阁这样的一些地图 当时应该是对战到一大 风仔最后那个拖飘加调整慢了很多的 不然这一把我觉得25秒钟 大吧 应该是有的 对 25秒大应该有 最后他其实 大半秒 停在那了 对 又重新拉了 原本盘射就是出弯块 然后他把出弯的速度踩上车全踩没了 然后路线本身还偏了 那个很伤 这就是这样的赛道 我还记得在之前我们也说莫高库这张图 它是能够交人卡位的一张赛道 对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这张图不只是卡位赛道 包括路线的选择等等 时间越久 你越觉得这张图难度真的很大 主要前期的话 大家在第一个右弯的时候就挤在了一起 然后抢起步 当时是风仔跟林青两个人出来了 但是随着ECU开完之后的一波对抗把宁青整体的给挤出去了 那风仔 三点出吗 对 今天狼队对风仔的限制没有起到作用 有一点 但不多 你干嘛 哦 歪了 然后侧身 悄悄的在后面对抗 然后还跟神两个人期待了 还是贴死了 对 贴死了 对 它是跟神卡完之后自己的路线调不回来了 对 它是一个刹车 它其实跟小玉贴死那个弯有点像 对 两个人都太靠左了 然后侧身已经拉不过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练一手东芝侧身 行 来考验一下狼队 选择到的是黄天成 那黄天成我觉得应该是想要效仿一下WGM 上一手墨影青龙 然后想要骗一手RC这边的 但是都没有上当 主要还是太靠前了 但小玉这个起步直接上墙 但我觉得对于RC来说 现在的位置来讲也并不算是很崩 主要是 它杀出来了 这个位置完全针对不了 这已经是他第四局出来了 而这边的稳定性有点高啊 神这边的路线绕回来 是 断空 上波段这个弹射能弹出来 接下来狼队这边的后追 神现在落后0.4 这个距离能拉近 但是想要反超的话 看得看风仔给不有机会 对不太有碰 而且第二个得看宁清这个位置 能不能跟到0.9 对 如果能跟的话 这一局还能把分数给打平 对 以此又挥过来看前面断空 最大的难点 风仔路线完美 流喷做包地 然后宁清跟小玉在后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一个1.2 一个2.3 1分03秒30 这局平分 是的 这张图神跑得非常快 但是风仔这张图 在极限能力上肯定是不输于神 这把起步就率先杀出 四连虫 就每次到这个时候啊 就今天谁来管管风仔 不仅要想一想其他的 就之前月上也是 应该是四连虫以后 不仅想到了那个数字 神圣的数字 那我记得我之前 采访的时候问过小玉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 这个 77分 对 满冲 说现在这版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间会打一个赛车的哈雷特之换 对 哈雷特一之换 基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无非哈雷特留到最后一局出 大家都用哈雷特 是 但目前已经是四张地图打完了 仍然是保持了五分的分差 其实不算太多 对 但只要是要把 风仔的这一个起步打破 把他这一个连续得分也打破 主要这几局整个看下来啊 就是如果你站在风仔的角度去看的话 他其实是 没有感受到压力的 压力不多 对 基本上几个弯道之后就能拿到优势 对 而且他这局跑出来的成绩 也不是说 把他逼到一个绝境 然后跑出来的那种气势 就都是好像 就是像训练赛一样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 狼队这边虽然说落后的分数不多 但是想要 追分 还是有点难 拿不到第一的话 基本上追分就无望 对 因为小玉的话 虽说还是会有些失误 连着两把已经够给机会的了 但伴随他失误的情况下 其实也有狼队的一名选手会掉下来 对 这张地图看下怎么来选吧 就可能为了打破这44分 先把哈雷特给打一打 这44太吓人了 连冲4局 主要是常规之内剩3局 然后现在分数还进不了加赛 你要真一直选同车的话真保不准 你一直让他冲线 然后不打赛事战术 那他能保持冲线的情况下至少一分 对啊 一方面比赛的输赢 另一方面如果看着对手在自己的头上 拿到了这样里程卑斯的数据 这也太难受了 雪山 出现了赛者差异 狼队上了双送攻 风仔就敢拿哈雷特达 他自己给自己打赛事差 想不到吧 我觉得想的有点 应该跟狼队这边想的是 完全是两个路子 对 完全不一样 狼队想的就是用孙悟空 去压你的星皇 对 然后RC这边想的是 万一他选千年四路咋整 现在他们可以选了 但是短期内进不了 对啊 并加赛之后又打不了 对 但是这一局 风仔如果稳住的话 第五冲肯定是没问题了 对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孙悟空在这张图上 虽然说跑法比较简单 但可能大家手感比较陌生 也不一定跑得快 而且啊 这一局RC起步 又是一个双领跑 这个双领跑是一定的 因为星皇本来起步 起步比较快 前期的动力啊速度啊 是不出机甲的 走 看一下小玉 能不能在中间 稍微去搅一搅吧 但宁清自己给失误了 宁清这个走线也太危险了 CW单喷 甩尾过来以后 还是被小玉卡住了内线 因为是小玉星皇 一个人一卡二 这个断空之后 再一次来到第二名 而且小玉 直接内线 小飘机也又上墙 今天跟墙有点过不去啊 是的 今天这种上墙 真的不少了 有点多 但是经过刚才一波卡位之后 现在风仔距离 也是越来越远了 然后后面延续少一点速度 再加上最后的一个冲刺翼 沈想要反超不可能 但是能够非常大的拉进距离 跟一个十分不成问题 但小玉这个位置 确实非常的危险 对 看一下 一刺游逼过来 最后甩尾 CW 沈能跟十分 宁清看一下吧 看一下最终 0.99 2.17 那这一把狼队追回一分 是的 19和20 是 追回一分 现在差四分 再追一分进加赛 两手赛车可打 哎呦 小玉是真能打呀 只是说打完之后 自己这一下撞墙 对 小玉的一些防守 对于狼队的两位选手 肯定是造成很大计时的影响的 对 但是其实包括这一局 还有莫高窟 因为狼队的完成成绩 并不是特别快 所以反馈出来的效果 也并不是特别好 对的 并没有说有想象中 那么大的分差 但是这一局 如果说狼队再快一点 然后把狼队两人 都卡在9分的话 也就是18 这把就赢1分 对18对上19 对啊 原本应该也是这样预料的 因为第二名充限的是 看一下啊 沈 1分17秒63 你这样哈雷特 跑一个16.5以内 还是难度不大的 可以的 完全能够把这个分数也控住 对 这张图记录应该就是哈雷特保持的 1分15秒9 然后幻星跑了一个同秒 3回1分 现在是4分的差距 5冲55分了 那下一手狼队就反打哈雷特呗 反打哈雷特 得两样一起出 或者是打一手天宫寻梦也行 那其实现在打一手哈雷特至少追1分 追1分的情况下 那就已经是能进入到加赛了 对 对 现在从赛事上来看整体压力不大 或者也可以先打一手天宫看一下具体分差 然后再决定 这手哈雷特到底要打难途还是简单途 现在这个分差对于狼队来说很舒服 因为首先他们的送空一定不会被反打了 进加赛之后 霍比特其实能打 可以 但意义不大 不会有太大的收益 对 按下5局打下来 因为有一个55 然后加上小玉的小玉 沈和宁清46 47均分都不高 对 但小玉这边的42也要保保自己 所以整体看下来双方还是站了个 比较胶着的状态 前两局其实在大家没有过多对抗的时候 小玉还是能跟一个10分的 然后从墨高窟开始 这个画风走向就开始有点不太对劲了 对 这个也是沈呢 沈来了一下 对 麦卡内 而且他在从前面断空那个位置 三个人就在彼此互抢 黄河 哦 那这样就相当于狼队还是想求稳 一辆哈雷特 一辆哈雷特打 但这一辆哈雷特想打出来的话 得赢分才行 因为这一局如果还没有赢分的话 下一局其实虽然说27均没有哈雷特 但是他可以上墨影青龙 对 哈雷特的很多图墨影青龙都完全能打 甚至说能打掉哈雷特的 就是这一局的第一名一定得抢下来 对 把分数给减少一些 对 小玉起步要更快一些 那这也快出以后能不能跳起来 都没问题 油喷 哎 外出没点出来 这个失误了 风载不未到第二面 而且这边路线有点崩 对 这也是出现了腾空上的异常 路线不太好控啊 主要第一下磕碰完以后 自己的下一个路线就不太好找了 是 那宁青这辆哈雷特没了 对 沈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外圈给宁青绕 对 但其实这个让位做的自己真的很难受 他真的就是绕了一个大远路 是 看一下这局吧 这局小玉领先的话 风载会跳到一秒开外 但宁青也进不去一秒以内 对 这里勇然之风开 很稳啊 对 看一个点飘 点飘 点飘点大了 那宁青能进来 对了 但是没关系啊 应该是风载又把宁青给卡了 但这一局分差有点大 中间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是三分 风载这一点零二 那七分的分差 对 一局得追四分 你觉得这哈里克还有的大 哈里克搭什么图呢 急速封道 啊 没有必要吧 那孟与青龙直接都可以双拿了 那孟与青龙直接都可以双拿了 因为老街空地搬了 老街 樊亚都没有 这个时候 我敢这么说 你像打 神都这一个阶段应该是没有是吧 对 你像打其他哈里克的图 都是给孟与青龙送的 对 但空港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起步哈雷特确实有优势 对啊 然后就得用RSC的打法去打RSC 哈雷特在前面跑 另外一条孟与青龙在后面 防守卡位 对 风载1.02 那我感觉卡不住两个 对 风载也是体验了一把曾经小玉的感觉 谁啊 小玉 那是一局当中 连出三四个1.0 对啊 一场比赛三把 那都是常规情况了 对 跑那么快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问小玉 问小玉为什么 然后风载说小玉跑慢了 小玉说风载跑快了 那这一局呢 小玉跑快了 但是最后还出现一个点飘的脱飘 已经给机会了 只是说因为风载跟宁与青两个人 又做了一波对抗 对 我觉得沈还是要改变一下他的打法思路 2位的沈肯定是要全面的 但是最为全面最为直接的一个数据一定是你多充限 把自己的能力给发挥出来 就像这场比赛的风载一样 对我感觉像这样的一个对决来说的话 沈还是更偏向于2号位 对啊 然后更想让宁青去打 甚至说还不如在春季赛的时候 他那种出生牛肚不怕虎的那种状态 原本他是2号位 但打着打着打成1号位了 1号位了 对 这身上的担子变重了之后 其实受到的束缚也有点多 是 感觉像前两个赛季就是快乐飞车 每天就是随心所欲的去玩就好了 对 风载一直在挡着凝行 还挡歪了 给磕了一下墙 急速空港 可能是空港 但是狼队这边并没有选择去打哈雷特 而是四辆墨影青龙 那这样的话 RST还是可以尝试着把握一下起步的机会 对 但这样一来的话 首先得竞加赛啊 这一局狼队需要追4分 这张图是展现实力的地图 同时在混战当中有点运气图 看一下起步的第一步交错吧 上一次应该是 风载 对 风载留在这儿了 这一次 小玉也放慢了 哎 小玉没必有意义 他没必有意义 在速度 因为在中间跟凝行卡了一下 他速度不太够 哎呀 这是把墨影青龙当云霄了 云霄动力强 你不必有意义能过去 你甚至可以赛格也行 这样的话 哎 风载就上门了 再挡了一下凝行 对 哎 前面神也失误了 速度拉近距离 凝行这边上来 再做一波对抗 看这个位置 又卡了一下风载 上墙了以后 两个人再在这个位置 对 狼队穿越往三 凝行快速又没点出来 波飘拖出去了 富卫上来之后 跟小玉两个人的距离也非常接近 对 这里得往右拐一下 但是这个快速路线就不行了 对 这个距离 又歪 心里没踩上 乱了呀 完全乱了呀 这一次的空港 胜利女神没能倾向于狼队了 对 虽然说风载从起步开始的失误也非常多 但是宁清在中间的这几波调整 确实是影响非常大 是 看一下沈 可以尝试着稳到最后 拿下这个11分 但是这一局想要扳回分数的话 已经不太可能 后面没有什么失误点了 尤其对于墨影青龙来说 后面还有一个E 宁清又掉了 哦 四点几了 那这一局可能已经要结束了 是 最后沈能够拿下11分 但RX这两位选手都紧随其后 最后风载还跟了一个10分 比赛结束我们可以恭喜RXG 在本赛季三次交手的情况下 完成了对狼队2V的首胜 同时也先拿本场比赛的 22个人牛仔的第一大分 其实中间就感觉宁清那个位置 处在那是没有问题的 他可以在那边跟风仔去做卡位 只是说两个人在那个加速带 纠缠了一波之后 自己的这个脱飘导致后面的场面 有点不太可控了 是 但这一局我觉得 从起步来讲 我们再回放一下 看下小玉那个飞跃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正常来说 感觉她那个飞跃是可以过去的 然后 她什么时候放了CW 她前面肯定是收了一下的 那个对于当时她的一个状态 肯定是想要去通过ECU去上去的 对 但是对于狼队来讲 她过了前面的卡位点 她是一个双女跑 对 这个位置是非常舒服的 当时是封仔其实比较靠前 但是封仔失误了之后 凝青上来了 凝青对封仔的那几波卡位 其实也相当关键 对 但只是说没有把C第二名的位置给守住 是 前面两次的交手都是RSG在空港受到了制裁 对 这一次在空港完成了中写 恭喜RSG 先拿2v2个人就赛的地大亨 七局比赛 没有打入到八九局 没错 而且今天其实从前期三张地图的节奏来看 对狼队就有点不太有利 对 一个就是对于双方选择的王图吧 RSG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到特洛伊 然后狼队选择的两手 一手乌山五行 一手莫高窟 都没有拿到分数的优势 对 但今天这场比赛封仔太C了 应该74分吧 应该就是除了刚才黄河的 就除了六七局 对 跳了一个9分 这局差了0.09 也差点想到了 主要前期的起步完全没有办法针对到他 太吓人了 这个太吓人了 而且最后这手空港 你常规正常跑的情况下 想翻回4分也是有点难的 对 只能说去搏一搏 是 如果说在起步的时候 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 但最后这个希望没有转化为实际 七局比赛结束封在74分 五连冲之后加上后面19分 所以说这个版本确实想要拿满分还是不太可能 首先你得猜对对手的战士 嗯 而且对手还不能是哈利特的战士 对 他bue了那个e 他放了 他放了 对 他就感觉是挡了那一下速度 然后再提速的 一瞬间没有提起来 对 这一段是最伤的 因为整个路线完全崩掉了 哎 后面还反侧了 反侧一下 对 反侧侧下去了 MVP给到了RST封赛 本赛季第六次获得MVP 本场均分10.6 在本局也是打破了一张赛道记录